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的8月 这雍正皇帝就说了 得我这老祖啊入土为安了 我这孙末子呀再没有一句话呀 那就真没有日子埋了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这个定是定啊,某是某 我看这个地儿就听好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 今天呀,是咱们聊这个康熙皇帝 与他的皇祖母孝庄文皇后的最后一集 咱们上一集啊,聊了一下 这康熙皇帝除掉了全臣敖拜 那您觉得这康熙皇帝除敖拜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真的就是因为这敖拜专权 不把这小皇帝他放在眼里吗 其实啊,他不尽然 我认为这小皇帝之所以拿敖拜敖少保开刀啊 那完全是他要捡一个 在这大清朝廷当中最大个的 最有实力的全臣下手 因为这小皇帝啊 他怕就怕的是这皇权旁路 大清国最初的权力分配 和这个中国历史上 其他封建王朝上啊 有些微的不同 天命天聪时期 也就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时候 那会儿啊 他们的政治啊 讲究的是 商量着来 什么四大贝勒呀 五大臣呢 都是坐到一起 和这个老韩王或者是后来的皇帝啊 商量着决定朝政 其实啊 从皇太极开始啊 他们就觉得这样做皇帝啊 挺没劲的 于是呢 他们就把这个中央的集权呢 往自个儿皇上的嘎吱窝抵进来 在关外的时候 这大清国呀 不管是丁还是兵 加到一起啊 笼共也就八个旗 这皇上家呢 一下子就占了两个 整皇旗和香皇旗 后来到了顺治的时候啊 这都尔滚倒了台 这皇上家呢 就顺势把这整白旗啊 也画到了自己的名下 这下的大清国呀 才像一个正经的朝廷 也就是说呀 再没有谁能有绝对实力 比得上皇上了 在顺治呢 这宗使们和旗人的勋贵们 他们已经习惯了 分享皇上的权利 所以说在朝政上 还总是指手画脚 那这里边最不乐意的 那肯定就是皇上 于是啊 就借着多儿滚的死 这皇上呢 先是啊 虚弱了这宗使们的势力 并且呀 还仿照前朝建立了十三衙门 让这个太监呀 掌握了不老少的内庭的势力 等顺治皇帝一死 这康熙登基 孝庄文皇后觉得呀 这样做呀 未免有些操之过急 所以说呢 就给这个小皇帝 康熙也选了四位 满洲的辅政大臣 并且呀 裁撤了太监主导的十三衙门 重新建立了内务府 这内务府的事物啊 就被上三级的包衣人接管了 随着这康熙皇帝呀 长大了 也亲壮了 这朝政当中 以敖拜为首的这般权臣呢 不能说对皇权有多大的威胁 但必定啊分散了皇上的权力 这小皇上啊 一天天的长起来 他不是光长个儿 他还长新呢 这帝王之术啊 在皇上心里就开始不断的膨胀 他知道帝国吗 当然是皇帝应该说了算 皇上能够前刚独断的 那才是帝国的标志 所以说呀 这敖拜是必除 那么这问题在哪呢 问题就在于呀 这孝庄文皇后他到底知不支持这小皇帝除敖拜 那史料呢 他就那么几本 千千万万的人在读史 有的人呢 就相信这孝庄文皇后是支持康熙的 有人就不相信 也就是说在史料当中呢 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分别支持这两种观点 就在这小皇帝擒敖拜的前几个月 这满朝文武啊 还给这太皇太后上折子 要求这小皇帝轻正 可是呢 从昭圣皇太后呢 得到的回答却是 帝上右冲 如儿等巨蟹症 天下是何能独立 缓一二年再奏 有人就说 你瞧没有 这就是昭圣皇太后啊 不同意这个小皇帝亲政的证据 也有人说呀 不对 这是这个昭圣皇太后啊 看这会儿朝中的敖拜的势力过于庞大 让小皇帝呀 隐藏自己的实力 在蓄积而动 这属于是老太后在这儿敖拜眼头露啊 耍的迷魂枪 还有人说了 在康熙八年的五月份呢 这康熙皇帝秦敖拜的前五天 和秦拿敖拜的转过天来 都跑到了慈宁宫啊 给这个皇祖母请安 这赞同派的看法是说呀 这小皇帝啊 在这个秦敖拜五天以前 是和这祖母啊 商量大事去了 秦完了敖拜转过天来 再去慈宁宫啊 那是向皇祖母去禀告 这个秦敖拜的全过程 并且呢 商量一下啊 这善后事宜 这反方认为 这前后两次 小皇帝去慈宁宫啊 那完全是为了 叹息皇祖母的意象 并且呀 是为了安抚老太太 把老太太妈都顺了呀 她好在前边干大事 去秦敖拜 我们不是古人肚子里的蛔虫 既然这史书没写呀 咱们也没必要去瞎猜 不过呀 有一点很有意思 自康熙皇帝处置了 敖拜以后啊 这昭盛皇太后 真的就退到了 这朝政的幕后 在史书当中啊 很少记载 太皇太后 再有什么政治动向了 在康熙十四年的时候 这康熙皇帝呀 就禁止了随行的 记录起居住的史官 再和他一起 到慈宁宫当中 给太后问安了 怎么您听着这句话 他有点绕脖子是吗 其实啊 很好解释 就是那个负责给皇帝 记录起居住的那个史官呢 从康熙十四年以后 实际上就再也没有见过 昭盛皇太后 也就是说呀 在康熙十四年以后 这昭盛皇太后 在慈宁宫当中啊 所有的行动坐卧走 说什么来着 做什么来着 这史书上写的呀 那都不是史官看见的 那是皇上让他那么写的 当然就凭这一点呀 我们也不能就说 这康熙皇帝 对这个孝庄文皇后的尊敬 孝敬 那都是假的 书不要麻烦呢 咱们这一部 咱们就迈到 康熙二十六年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 那天呀 太皇太后 布姆太 崩逝于紫禁城 慈宁宫 东南为房 享受七十五岁 这回成了 我们到现在呀 真可以称呼这位老人家 为孝庄文皇后了 按照常理呀 就得把这太皇太后的这子宫 灵就啊 运回到沈阳 那就是圣经啊 昭陵和皇太极埋到一块 对呀 中国传统的藏俗嘛 七随复藏啊 可是他不那么容易呦 这太皇太后 投燕妻的时候啊 他有遗嘱 这老太太临延期的时候啊 嘱咐了 说这个太宗奉安久 不可为我轻动 况我心恋辱父子 当于孝陵近地安处 我心始无憾 哎 老太太说了 不能埋东北去 埋尊化就行 这老太太头死啊 有这话 肯定他有个心思 因为这会儿啊 远在圣经的北陵 也就是这个昭陵啊 就是埋皇太极的陵 这帝宫里啊 是什么样的情况 大伙并不知道 最后一次开启这个帝宫啊 那还是顺治七年 那一年啊 孝端文皇后 哲哲崩世了 这大清朝廷 打开了沈阳昭陵的帝宫 把哲哲的宝宫 安葬进了昭陵的帝宫 这会儿有人就好奇了 说这宝宫啊 它是什么呀 哎 我给您解释一下啊 如果说这子宫里边 装的是皇帝皇后的尸体的话 那么这宝宫里啊 装的其实就是皇帝皇后的骨灰 因为最初这满洲人啊 他们的藏俗是火化 努尔哈赤 黄太极 包括在这昭陵缝空洞里 和这黄太极一起陪葬的 蛇蛇海兰珠 全是火葬 我想这会儿啊 昭陵的帝宫里啊 应该是没地了 无论是正面关床 还是侧面关床啊 所有的位置都应该已经啊 站满了 那有人说不对吧 这骨灰坛子能占多的地方啊 哎刚才不是说了吗 宝宫 宝宫啊 这个东西是罩在骨灰坛子外边 像石头房子一样的东西 王爷伏进的那个叫想堂 皇帝皇后的才叫宝宫啊 这东西我见过王爷的 哎半间房那么大吧 我想啊 这皇后的宝宫 惹定是比这王爷的想堂得大 所以说呀 我认为这孝庄文皇后那么说呀 也就是客气客气 实际上啊 这昭陵地宫当中应该是满园了 没地儿了 再者了 从藏俗上啊 好像也不好再埋在一起了 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满洲人啊 他最初啊 实行的是火葬 可是这会儿到了康熙年啊 康熙皇帝下圣旨 把火葬废除了 因为他觉得这火葬啊 很不文明 这全国呀 一律实行土葬 从这个宗室开始做起 这会儿啊 已然有两位康熙皇帝的皇后 崩世了 他们呀 埋葬的都是子宫 也就是说呀 都没被焚化 那这昭圣皇太后呢 自然也是土葬 从藏俗上 应该也不能埋在一个坑里去 昭圣皇太后一驾崩啊 这康熙皇帝也崩了 不知道该把太后埋在哪儿 哎 有人说简单呢 这皇太后不是说了吗 就在孝陵附近 也就是顺治陵的附近埋就行了 这老太后这句话呀 说的简单 可是实施起来 那难了去了 这顺治皇帝的孝陵啊 在整个尊化皇陵 最主的位置上 从他的陵墓开始说起呀 整个马兰玉就再没有一个 比孝陵更尊贵的位置 孝陵旁边啊 是有一个陵院 可是那里边埋的呀 全是顺治皇帝的媳妇 总不能把这个婆婆娘 埋进那个院去呀 您说就埋在孝陵边上不行 那您是皇上的妈妈 得给您埋到一个 尊贵的位置上啊 那怎么办啊 那找呗 那就慢慢看余呗 这康熙皇帝呀 也就是临时找了个位置 在尊化皇陵的风水墙外 这大黄门的北侧呀 给自己的皇祖母 临时建了一个 叫做赞安殿 就把这个太皇太后的灵袖啊 暂时安放在了这个地方 说起这赞安殿来呀 它也挺有意思 一百天就建好了 为什么这么快呀 因为呀 没用重新的筹备 专时木料 是直接呀 把紫禁城当中 一座孝庄文皇后 喜欢的宫殿 拆除了 直接搬到东陵的 您想这材料是现成的 到那一附件 它能不快吗 康熙皇帝 自己可能也没想到 皇祖母的灵鹫 在这赞安殿中 一停 明就是三十几年 因为一直也没在尊化皇陵这个院里边 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符合他身份的位置 咱们不是说了吗 按照常理说 他找不着 因为最好那个位置啊 让他儿子占了 所以说按照中国传统藏俗上说呀 这就不是一个难事那么简单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有一点咱们得交代清楚啊 这孝庄文皇后虽然被亭子了赞安殿 但是每逢年节祭日 这康熙皇帝啊 都会亲自祭奠 可是这人呢 他有个寿数啊 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皇帝十一月 驾崩畅春元 嘿嘿 连这孙子呀 他也熬死了 如何安葬这位老太后啊 还没主意呢 雍正元年 也就是1723年的8月 这雍正皇帝就说了 等我这老祖啊 入土为安了 我这孙末子呀 再没有一句话呀 那就真没有日子埋了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这个定是定啊 某是某 我看这个地儿就听吼 于是这雍正皇帝一到圣旨 就在太后的赞安殿处 建起了一座 昭西陵 对此啊 有人就说了 孝庄文皇后啊 下家国多儿滚 身份变了 自降身份 所以说呀 不配埋进风水墙一脸 说这话的人呢 应该翻份尊化皇陵制 有清一代 东西两陵 也就是尊化皇陵 和异县皇陵 再加上 关外三陵 永陵 福陵和昭陵 无论是开创基业的 努尔哈赤 他的福陵 还是定顶中原 顺治皇帝的孝陵 千古一帝 康熙大帝的景陵 还是这自称 有十全武功 乾隆的御陵 哪一位皇帝的隆恩殿 咱们就更别说皇后的了 那都是啊 中国建筑的第二段规格 歇山顶 有清一朝啊 所有皇室 唯有着昭圣皇太后 也就是孝庄文皇后的隆恩殿 在建筑格式上啊 是中国最高建筑格式 崇延 无垫顶 和太庙 太和殿 是一个规格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这大清皇家认为 这孝庄文皇后 是这大清国最至高无上 最值得尊敬的女人 那么既然如此啊 这雍正皇帝 为什么不把这老祖的坟 再往西挪挪 挪进这风水墙一里呢 哎 您看这座陵 它叫什么了吗 它叫昭西陵 那么这风水墙一里 有一座昭陵吗 没有啊 昭陵在哪啊 从这儿往动一千二百里地以外 沈阳 哎 圣经 所以说这昭西陵啊 它不能进到红墙一里 因为它并不是尊化皇陵的建筑序列 它的建筑序列啊 属于沈阳 昭陵 它再怎么呀 在尊化皇陵的边上 它也是昭陵的西陵 这种买法啊 一举三得 首先说呢 昭西陵排进了沈阳昭陵的建筑序列当中 这也算是和皇太极合葬了 最起码呢 它灵的名字一样 再有呢 按照老太太的遗嘱啊 这离儿子孙子也不远 夜里起来 要是走着呀 有半个点也到了 再有呢 也没破坏了这个尊化皇陵的建筑序列 也没强弩着 把这妈妈呀 安葬在比儿子风水档次更低的刺位上 关于这孝庄文皇后 之所以埋在现在这个位置上 这学界的各种说法啊 哎 我也就跟您说的差不多了 您心里呀 还有什么遗团呢 不妨留言区里咱们一块掰着掰着 我呢 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 并转发给您的好朋友 一键三连呢 当然我更乐意了 得嘞 今天不早了 咱们明儿见